多久没但是 小九才是 唉 来到了一个猪肥 来一个小姐 ные 咱俩有很多共同朋友 是吗 丁鹏 鹏哥 你看那是鹏哥送给我的大姓人 今年也结了好几伙子 还有一个兄弟 亮 亮是 关区的 你们这个币圈的都互相认识 对我们就老聚 没事就聚 看你这个房车 这房车是我兄弟 朱亮 他是做机器人的 虽然我知道 他人在国内吗 他人在国内 他买的全新的 他本来要弄到国内的 但是全新的吗 这个好像是因为疫情 疫情的时候 那海关就是那个 运费太贵了 还一直放这儿 我就全新的 出关的时候他要有一个镇 对 你看 哦 就这样 你看 全新的 到这儿最安静 他母亲家里人多 这房车基本上就是 我都谁我都 平时关着门谁都不让上来 哦 因为他全新的 有人借我也不给他 也不给别人借 我说人家这全新的 这个我也不能给他借 我们就没有没有动作 我呢是B圈的 B圈吗 是一个现在不是熊市吗 熊市大家不是没事干吗 我就把它聚起来聚一聚 他刚才就说你在跟他们讲话 这些人全部都是B圈 都是B圈 但是有一半是B圈的 有一半是这个web2的 就是说全种互联网 现在转型要进B圈的 因为这肯定你经济要崩溃 经济崩盘 很多人面临一个这个这个被裁员的风险 是吧 好多人也在找找自己的在web3里的机会 web3是个大风口了 明显了这个湾区的基金已经没有方向可投了 都要投这个web3了 web3这一大批的人就要要进来创业是吧 没事干 所以大家先聚一聚 凑凑主意 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是这个web3 有个人要做话器 一个叫兰波的哥们要做话器 然后呢 我们这次刚刚去了一个叫这个奥斯汀 参加了一个叫consensus大会 是B圈大会 去了有个三万多人 全世界吧 从新加坡和中国大陆来的 来了以后就赶上了这个共识 共识大会的共识是什么呢 就崩盘了呀 结果真的崩盘了 我们开会的时候三万 现在跌到了一万七 你是说这个比特币的价格吗 对比特币 对我们原来以为崩盘是从六万 掉到三万就算崩盘 现在从那个三万又掉到一万七 今天是一万七啊 然后就有好多人 你别看很笃定很好像没啥事 很多人心里慌的一逼 亏了很多钱 亏了很多钱 对然后呢 就我说兄弟不用担心 咱那个再怎么着 咱这个咱也不怕是吧 熊市不怕熬的过来 然后我web3还有机会 所以我把它聚在一起 什么叫币圈 就是大家只要买比特币都是币圈 将来每个人都是币圈 为什么 因为将来所有的人都会用数字货币 就是美元币啊 这叫美元币 现在的稳定 就我们叫稳定币 以美元一个币 现在很多那个公司 正在转型做这个美元币 就像那个刚刚那个女孩 就把我结在那文 那女孩是square的 那个团队的 就是jack dolce 就原来的推特老板 他推特这个老板 就是一个比特币的死多 多头 马斯克也是 然后马斯克当时收这个推特 就是想把这个推特 是一个传统web2.0的一个互联网公司 是吧上市的 然后做的都是中心化的 你所有数据都得在推特 推特把你疯了 你没数据了 马斯克买过去主要的想法 是要给他变成web3的公司 web3的就是说 你所有的数据 其实不存在中心化的这个平台 同时这个数据上产生的价值 就会给你发出你对应的代币来 就给你一些币 包括推特可能会直接变成 一个最大的钱包 因为在这个推特的这个老板 正在正在推这个叫 在比特币的这个网络上 闪电网络上推的这个稳定币 也就是最大的稳定币 叫tether 一美元一个啊 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你推特就是你的钱包 嗯啊 然后呢推特上面 现在已经有nft可以直接连上了 就是你可以连上你的钱包 上面的nft nft是一个类似于头像一样的 一个类似于也是个币 但是个小图片 是吧很多像库里啊 篮球运动员 在库里就买了这个 这个一个叫猴子 叫ape的一个这个 这个一个头像 这个这个头像 大概花了40万美金吧 买了一个头像 而且现在头像 基本上都就是这个这个 就买完了这个头像的这个nft以后 这个东西归你了 在你钱包上管着 他不是归某个人想收就收走的 价值也是在去中心化的 这个交易所里面 叫open state的这个平台上 确定价值的 币圈发展分了好几个阶段 原来是13年的时候 是比特币这个阶段 啊就是挖挖矿 开开交易所啊 炒炒币 然后做做量化基金 是吧 这是13年的情况 到了14年以后 就因为除了比特币 还有很多山寨币啊 但是那些山寨币 随着比特币的这13年 这个崩盘13年是大概1000美金吧 开始跌跌跌跌最后跌到14年15年 跌到了这个200美金啊 然后呢 那就是第一次熊市 大家以为比特币就没了 但没想到从16年开始 这个比特币 就是比特币的一个竞争对手 另一条链 比特币是完全去中文化的一条币 一个币了啊 这个有一个团队叫以太坊 做了个新的一个币 叫以太坊 这以太坊呢 大概是从1美金开始起步 涨涨涨涨涨到最高1万多美金 咱现在跌回来了 跌今天跌到800美金 你看就是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啊 波动比较大的 然后到了 呃这个2017年的时候 以太坊上面终于出现了一个应用 叫ICO ICO就 大力发展 那就是好多项目都是在ICO上发布的 就是简单说 ICO和IPO差不多 就是IPO去纳达克上市 ICO呢就是你募资完了以后 募完募以太坊募币 然后呢发一个代币给你啊 嗯 然后呢这个2016 2017年的时候 这个牛市啊 比特币到了这个1万美金啊 以太坊到了这个1000多美金吧 紧接着2018年进入熊市 2019年又是熊市 熊就熊到大于多少了 比特币再跌到了3000美金 跌到3000美金以后呢 哎呀大家觉得这个比特币完蛋了 可能要跌到1000美金 大家都恐慌了 没想到美国多久 疫情来了 疫情来了以后 美国印钱 以前就量化宽松 哇就钱出来了 就这些钱呢就涌向了币圈 币圈的呢就除了比特币 涨到了6万9千美金 就是你看从3000美金 6万9千美金 炸开20倍啊 然后呢 又以太坊直接涨到1万多美金 是吧 呃 然后呢就给狗狗币更疯狂 涨了100倍 马斯克喊单嘛 是吧 涨了100倍 我买我那会是5分钱 嗯 卖那会是5毛 5毛左右啊 涨10倍 也10倍 但是10倍的来说 对币圈来就不叫不叫涨 大部分涨的那都是百倍那种的啊 比特币是涨的最慢的 其实是 到了20 就其实是真正的就是说 今年 开始 我们预感到 就是我 我那时候就发个视频 说熊市要来了 就是说 吃任何东西不可能一直牛下去 他肯定牛完了就是熊 啊 熊完了迟早是牛 是吧 但是这个到底熊多久 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我们就发视频 说熊市要来了 但是那时候发完熊市要来了 以后熊市没来 还涨了 然后那个 又又又搞出来了现在的NFT的概念 web3的 点雷的概念啊 一波一波又一波就涨上去 但是终于熊市来了 就美国加息 是吧 美国通胀才厉害加息 一轮一轮加息 美国股市先崩盘 然后币圈跟着崩盘 啊 就是现在今天的价格是17000美金 你有信记录了这个时间点啊 可能几年以后一看 哇当年17000 应该买一点来的 对吧 这基本上是微字形的一个底了啊 就是说简单说就是掉太快了 嗯 掉得一点离谱了 为什么掉太快了 因为币圈的好多公司呢 很多创新 融了很多资金 加了好多杠杆 嗯 加了很多杠杆以后呢 就把这个币价 就是买了好多币 而在这个币价暴跌的时候呢 他们借的钱要还吧 对 但是抵押的是比特币 他得还钱 他得把比特币卖掉回来还 被拼仓 对就被被强平了 越来越强平被爆仓 强平爆仓 有的人可能爆仓现在 比方说这个2万 但是呢2万2万5 有的人是2万5 2万5的人一爆仓呢 他就砸下来砸到2万了 把2万的人也顺势爆了 连环爆仓再砸到1万7 把1万7的也爆了 爆了以后呢 就出现了一堆的 DeFi的项目就崩盘了 表示因为他 击费数据都公开的啊 DeFi是什么 在decentralize finance 就是去中化金融 嗯 那原来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矿情啊 就是 其实也是巨大的一个资金盘 外边2.0的大佬和机构 都跑过进场呢 那今天你看到的 很多就是都是回谷的投资机构 他们都是这些 他们虽然看到哎呦 币圈崩了 一二级市场倒挂了 什么叫一二级市场倒挂了 就是说一级市场估值依然很高 但是二级市场已经崩盘了 但如此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倒挂的时候 他们还在看 外部三有什么机会 因为他其实 为什么投外部三 因为外边没机会投了 公司已经成型了 很多公司已经 已经没可投的空间了 所以他外部三里面 还有很多的机会 估值已经会随着 第四二级市场的崩盘 有更多的投资机会 因为币圈是分两种人 一种是囤币的 就是他是holder 永远不交易 放在那里 就冷钱包放在那 还有一种人呢 是叫trader 他一边交易 一边买一边买 有点像day trade 对他就天天炒炒炒炒 炒一个波段 那这种人呢 大部分的这个trader 最后在币圈 这么大的波动里面 一定会被震出去了 大部分都 大部分都会爆仓 都会血血 holder呢 就拿着等吧 等上几年再等几年 一般币圈里面 最正常的方式 币圈到了牛市的时候 大家卖卖币 换一换一号房子 换一换车 大部分币还是放着 再过几年又涨了 他会周而复始的重复着 熊市牛市的交替 这个行业原来只是个大饼 是吧 大饼就是比特币了 原来只是比特币 后来有了以太坊 后来有了defi 后来有了nft 又有了gainfi 又有了web3 整个行业都在往web3方向转 我觉得是一个机会 就是说 大量的web2的从业者 没事干 方向也没方向 web3就是一样白纸 还能重新干 而且上来一个 就搞一个大的 上来一个搞一个大的 是吧 在牛市的时候 尤其是会出现很大的项目 现在的这种coinbase roaminghood这种文化 就是已经年轻人都炒币了 更年轻的人炒nft 是吧 这个小孩 我们家小孩这个学校的孩子们 都买这个小图片 小图片 拿以太坊去买 是吧炒一炒 对好多人未成年就在玩这个币了 因为他不需要开账户 不就拿这个地址炒一炒就完了 所以这个呢是 但是这波由于中国是禁止到了数字货币的 造成了中国在web3领域里面几乎断档了 就不像是以前是吧 以前中国有大量的护化器 可以做这些web3的投资 但由于币圈整个中国消失了 全部出海了 出海的这些人很厉害 全世界最大交易所是中国人做的 就币安 对吧 排名后面的几名交易所也是中国人做的 火币也OK 还有几家十几家交易所都是中国人做的 中国人出海以后呢 中国的币圈的人没有减少 我认为是在增多的 就是说大家 你看传统房地产能炒吗 股市谁炒过挣过钱呢 是吧 币圈虽然关了 但是这些用户还在呀 只是不让你公开在中国交易了 很多人就翻墙接着出去炒 对我有几个问题 好像就是今天过来就是刚好碰到你们聚会 然后这些人不是你团队的吗 还是不是 我没有团队 我没有公司 没有员工 所以我为什么说 我们扛了几次牛熊都扛过来呢 没有成本吧 嗯 币圈的好处就是不用 不用故人 没有合作就行了 没有固定的成本支出 我们一个是吃饱全家不饿啊 就这种模式 就是这个在币圈里面扛过去航东的大部分都是公司有人的 有团队的 比方说一个币安交易所有2000多人 中国这样的达到这个2000多人的交易所有大概三到四个 是吧 达到1000人以上规模的有四到五个 另外四到五个 交易所成本还挺高的 交易所还挺振钱的 当然哈 但是还有很多的做公链的做APP应用的 有很多很多方向的创业者 在这一波里面 团队人数过过高的 在熊市的时候 他成本支出都得用美金啊 但是他的币拿了一把的带币 他是不行的 他都得卖掉 所以一到熊市的时候就螺旋 死亡螺旋就出现 大家没办法 必须发工资 必须开支 必须交房租 必须交电费 开支挺大 要发工资 就把钱就花完了 好多工资就倒闭了 留下来的是什么呢 都是在牛市的时候做好准备的 熊市的时候也是 不怕熊市的 能扛过一个周期的 才能扛过去 我就是在进门的时候 就看到你这个上面 这个门牌上写的 就是宝二爷 就是你在币圈当中的一个称呼 就是宝二爷 所以宝二爷 是宝二爷 宝二爷 宝二爷 我有个重要的问题就是 你是币圈的 然后你在币圈待了这么久 嗯 然后你确实从比特币啊 什么币圈当中赚了多少钱 多少钱呢 你不提了啊 这个 就是这个房子 嗯 是这个 就是在比特币挣的钱买 哦 这个房子很大 一个庄园 这个房子就是 买的时候还挺便宜的 这是房子买的时候 才490万买的 500万 嗯 500万 你想加上税 基本上500多万 但是简单说这个项目 就是我做了100多个项目 嗯 当时候很多项目里面 当个顾问啥的 项目是什么意思 项目就是代币嘛 他们发币 然后呢哎我当个顾问 给你脱出卓业 嗯 给点代币 嗯 这其中这个是是一个项目 赚了钱买这个房子 嗯 对吧 当然好多项目归零了 什么意思呢 一千年一大部分项目没了 嗯 留下这些项目还值钱的 比如说币圈挣钱呢 我觉得风险很高 不适合所有人 嗯 你你既然不懂就别进来 进来都是 好多人被都是被自己割了 比方说哎 一看涨了6万 赶紧出去去买 我又一跌了 接到1万1万7了 赶紧抛了吧 对对对 自己把自己割了嘛 对好多人都是由于认知不到位 想提升认知 反而被想提升认知的过程 给割了 核心的是什么呢 永远就是都是 买在无人问清楚 卖在人身顶费时 嗯 涨了就应该卖 不应该留着 对不对 但我不 我不代表所有人了 那有人炒币 我觉得99%炒币的人 都会亏钱 但是还有人 前不复复后继的进来 唯独在币圈里面挣钱的 可能就是长期拿着大饼 等他到比特币 比方说能到 几十万一百万美金的时候 你还在呢 别到那个时候全让机构买走了 散户一个都没有 你懂我意思吧 其他起码有一个 万一它涨了呢 没有我就无所谓 该干嘛干嘛 我还无意中看到你发了一个视频 就说 说你买了两台那个劳斯莱斯 后面又把这个劳斯莱斯卖掉了 对那个是换 换比特币 那是比特币 跌到了4000 最低是跌到3000吧 跌到4000的时候 我想我没现金啊 买啊怎么买 买车卖了吧 把车卖了 就买了这个买了币 到了6万 就是6万多我也没卖 跌到了5万多 说算了 这个把我劳斯莱斯换回来吧 又把这个币这个卖了 已经涨了十倍了 对已经涨了十倍了嘛 我原来是幻影 但是老款的 幻影开起来不方便 跟船似的 也就买了个库领囊 库领囊是越野车开起来方便 对对 我能看一下吗 在那边车户里面 我平时其实聚会啊 比这个 我觉得牛市反而不应该拆先去 牛市反而就冷静越冷静越好 这熊市了 反而现在应该多多拒绝 大家拒一拒 然后互相打打气 我玩这个币啊 我的感觉是 玩到现在 大量的大量的人啊 最终都躲不过一个命运 就是FOMO 什么 FOMO FOMO 什么意思 FOMO就是Feral Missing Out 有害怕错过 Missing Out 害怕错过一些好项目 于是呢 就乱投 还有兄弟们 兄弟们都在笑着 这我们家特色 这韭菜是我们自己种的 全韭菜 你看 我今天包的饺子全韭菜 我们自己包的 我说菜园在里面 这是 这是 这是我画写的 就是蔡庄园 就是因为他来了以后 种了好多韭菜 这是我的车 但我平时不怎么开 偶尔出去玩 这个很少见 这个很少见吗 B圈当时过17年的时候 17年B圈最红火 这个东西就开始 B圈就开始 人人劳特莱斯老是喊出口号的 但是2020 就是在 就是上有人6万多的时候 几乎 国内币圈的矿圈 我们叫币圈有分矿圈 是吧 别人币圈矿圈 基本上人手一辆 这是50万美金 50万美金 对对对 你以前在国内的时候 是干那个淘宝这种 是 原来做网上卖牛肉 我真是卖牛肉的 卖牛肉 对12年的时候我就发现了 如果一直在山西这么待着 我就永远 永远就这样了 我觉得想想挺可怕的 一到每到过年的时候 我那同学们就全部去北京的 去上海去深圳的 而我就一个人在老家呆着 就感觉未来能看得见我死了 是长啥样 后来我跟我老婆商量 我说走吧 我们去北京再看看去 13年去了北京 就去了北京的抽咖啡 在中关村 然后就玩B了 玩B就玩到今天了 刚好比特币最低的时候 那时候便宜 那时候500人民币 所以你那个时候买多了 那时候买的多是买的多 但是13年高点的时候 最高点的时候 我买的我是6000 就是你9000跌到6000的时候买的 而且是借了高利贷买的 买完了以后 结果他们到 接到后来的900块钱了 但是高利贷得还 还利息啊 所以当时我没办法 就说要不干点什么事 把这个钱挣上 没有流水 后来我就挖矿了 挖了矿挣的钱 就还高利贷利息 最后 到2017年的时候 币价不是暴涨了吗 就一把 就连本级利息全还了 然后还挣了些钱 18年我来到美国 我还没 我当时没有这个签证呢 我就来了 先去留签证 来了以后 我先想办法 把它呆在这儿 但是不行 因为6个月 人家不让呆了 我当时没有绿卡 然后我就 那没办法 我就我就 我就先回去 回去 回去了以后 后来就 我们就申请了这个 区块链 接收人才 那时候没人申请 那时候人不懂 区块链接收人才 哎 没有 这是Blues 你好 他是做那个房车的媒体的 量化 哎 这我们那个币圈 这个量化基金大网 这是人才 那关系大公司 这个不干 自己自己管 几个亿美金的 来了接着量 就是就后来就办的身份 就来了美国 然后全家就来了 来了以后 没打算常呆的 嗯 这地方本来是 买这么大 根本就不是正常人住的 是吧 就是买来当会所的 原来计划要回去的 结果赶上了 我爸妈也来了 19年是吧 疫情来了 我爸妈妈在这儿 疫情都拖了三年了 回不去 然后慢慢也就习惯了 在这里 三年 然后又又赶上中国 这个就封城 咱也回不去是吧 赶上又赶上整个中国币圈 关掉 所有的人都涌向了湾区 都来这了 你看那些多人 一半是中国来大陆来的 是吧 都是中国币圈的 对 还有很多是新加坡 第一站到新加坡 不然新加坡不合适就来这儿 因为你想啊 币圈什么人都什么人 都是不服管的一群人 都是想突破边界的 都是想跨出红线的一群人 才倒闭一圈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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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